过于赶场看市政亮点 其中一个就是他一直挂在嘴上的爱情摩天轮 金发局做了精美背板 似乎真的要盖了 大家现在最有兴趣的土地 应该是这一块 就是爱河的出海口的这个位置 金发局8月30号开摩天轮招商会 当时公布四块地 战库群旁4到8号码头 16到18号码头 跟85大楼对面的21号码头 以及中都专有厂旁69号重划区 现在新进度是公布 厂商比较重义2号基地 真的能盖吗 一个爱情摩天轮 上去就一个小时做你爱情的事情 现在法国最大三个建筑师 已经在设计爱情摩天轮 里面连洗澡都可以 震撼发言让大家印象太深刻 但现在还没有盖 内容却完全被推翻 它的设计图里面 其实很多都含了爱情的元素在里面 但是不一定要是 大家想象的去做一些什么事的摩天轮 我们现在在爱河的出海口 在高雄的16 17号码头 往旁边看过去堆满货柜的地方呢 就是这次进发去公布四个地点 最有可能盖爱情摩天轮的所在 说好的摩天摩天轮 若是没有了 看看可能预定地旁边不到三公里 就已经有购物中心的知名摩天轮 也让议员痛批夺此一举吧 硬要把爱情两个字连结在一起 这个摩天轮 但事实上就不是啊 事实上就有点在欺骗大众 末时代就一个摩天轮 对啊 好像就还蛮近的 土开公司这边对于爱情摩天轮 跟爱情产业已经转为 积极合作的态度 当时语助惊人的摩铁摩天轮 现在变成只跟爱情有关 能帮高雄带来多少经济效益 也让外界之一 三星游许市场股线高雄报道